前方就是著名演員鄧超在南昌的豪宅小區了 那个房价普通人嫌都不敢嫌啊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乔 一说起明星鄧超 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不认识吧 鄧超就是南昌人 在南昌的话肯定是有家的 我今天就来到了南昌的西湖区 据说这里有一处鄧超的豪宅 那到底有多豪呢 今期视频大家也去了解一下 已经来到了前方这个小区 就是鄧超在南昌的豪宅小区了 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豪宅小区周围的环境 前方这里就是南昌地铁的关州地铁站了 对过来这边就是万达在南昌的产业 紧接着就是一个在建的大型购物广场 南昌大跃城 在这边也有一个购物广场 就是南昌的天红购物中心 在这一边还有一个国际幼儿园 看到没有 建桥生态幼儿园 在幼儿园的旁边就是一条街了 可以看到这里的街景还是挺漂亮的 这就说明这个豪宅小区周边的配套措施 真是十分的完善 要交通有交通 要商业有商业 而且还是一线街景房啊 而这个豪宅小区并不是我们看到前方的这些楼 而是其中的三栋楼而已 我们都知道豪宅嘛 肯定都是建的比较少 卖的比较贵的那种 现在我就带大家走近看一下 就是前方这三栋住宅楼了 因为楼距比较宽 所以每栋住宅楼啊 都能享受到阳光的照射 还发现里面的绿化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除了绿化做的不错 里面的话据说还有汇所啊 游泳池啊等等的一些配套措施 反正就是富人的生活 我们普通人是显现不到的 前方就是这个小区的大门口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门口也是仙丹的气派 就可想而知这里面是多么的奢华了 但是我实力有限啊 就带不了大家进去小区里面看了 但是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小区的房价是多少 让大家看一下 看你们有没有机会跟邓超做邻居 据我了解 这个小区最新的二手房均价 去到了四万多一个平方 这个房价相对北上广深来说 真是不及一提 但是在南昌普遍都是一万多的房价来说 这里偷偷就是富人区了 走过来后发现他的围前啊 真是挺高的 给人一种戒备森严的感觉 就是一面这么不起眼的围前 却把这里分成了两个世界 还有就是这里面的房子啊 都是大户型来的 面积大概就是三百多平方到六百多平方不等 通过这个镜头可以看到里面实在太奢华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想跟邓超做邻居的话 那起码都要有一千二百万才行 要不想跟邓超做邻居 闲都不要闲 而且最网上网友爆料 邓超在这里购买的户型啊 是一个大户型来的 价值几千万啊 实在太有钱了 好了 这里就是明星邓超在南昌老家的豪宅了 大家看完之后觉得好吗 我就想说明星邓的戏太有钱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视频拍到这 我们上次见拜拜